OK 我覺得走錯 那我沒有機場嗎? 荊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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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 大家好 我是寮寮 嗨 大家好 我是寮寮 我現在人在松山機場 今天我要自己一個人坐飛機去日本 好久沒有出國了 好期待 而且這次是我自己一個人要搭飛機到日本 有一點緊張 但也有一點小興奮 因為我沒有一個人坐過飛機 也沒有一個人搭過日本的地鐵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然後其實我覺得松山機場人還蠻少的 像我剛剛從進來到Check-in完 我大概只花了不到10分鐘 然後還加上我去換日幣 這樣總共才花我10分鐘而已 但是我剛剛後面就排了很多人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運氣是蠻好的 我想說現在時間還早 好我先過海關 等一下進去裡面找位子坐 然後順便晃一下 過海關了 超空的人很少 然後我現在已經到登機門這邊 今天是4號登機門 然後我好像太早到了 所以我就先進來然後坐在這邊等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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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飛機 就會有很多穿粉紅色衣服的人 會讓你們檢查那個VZ Japan 然後就可以拿到這張紅色的小單子 其實整路這樣走下來還蠻快的 一下就走過來排隊了 我現在已經成功入境日本 然後我現在要去找 地鐵金極線 OK他有標示 好 搭金極線去找朋友 還好一路上的標示都還蠻清楚的 但行李好重喔 手好痛 我要去品川 嗯 好像是二號 OK我直接走錯 好像是要下去吧 是嗎 品川 有機場嗎 喔前面啦 好蝦喔 欸真的不能一個人隨便亂出來耶 真的會迷路耶 我現在已經進來了 然後剛剛用西瓜卡 直接逼超快的 就不用再買票了 然後我現在要去品川 應該就是搭油鞋品川的就對了 吧 好至少我已經成功進來地鐵站了 現在上地鐵了 看方向我應該是沒有做錯 我現在已經到品川了 然後因為小夥伴他們有一點delay 所以我現在要自己先去新幹線那邊等 希望待會可以坐到同一班車過去 我現在在等新幹線 然後因為剛剛我看不懂 他們新幹線的那個路 我就去問幾位 然後就用破英文跟人家溝通 好險是有找到 然後現在要等新幹線搭車去小田園站 找其他的會合 這一趟自己來日本呢 直接大大提升了我的勇氣 我真的覺得我很強 既然有辦法可以自己一個人 從台灣要飛來日本 然後在自己搭地鐵跟新幹線去找其他人 我覺得好強喔 我現在已經搭上新幹線 然後新幹線好像不能用西瓜卡直接上車 所以要去他們的售票台買票 然後我剛剛就是用我的Google翻譯大神 買到的這張票 對有點荒唐 順利的搭上新幹線了 好 好了我現在已經到小田園站了 然後等一下就要準備做飯店接駁的車去今天晚上住的地方 然後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這樣一整天從台灣出發到日本 然後坐地鐵阿 再坐JR過來小田園站的心路歷程 我覺得一個人做是會有些緊張沒錯 但是我覺得 只要你敢問就可以 撇除一切的困擾耶 像其實 我的英文也不是太好 所以我剛剛就是用破英文去跟人家溝通 然後有Google翻譯也是還蠻方便的 好那我現在就在等我小夥伴來 等一下就跟他們一起坐 借駁車去今天的飯店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下支影片見掰掰